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總交黃國昌 今天召開記者會 主旨是要 批爆在陸軍蘭陽指揮部內的 太陽能光電設施 使用的是 中國製的逆變器 甚至園區內 總共四十四臺的逆變器 當上 都大喇喇的印著Made in China 黃國昌炮轟這次廠生 故意違反契約 危害國家安全 對此國防部長顧綠雄 今天強調 軍備局會全面的清查 意義來處理 並且要求廠商 在一個月內進行改善 召開記者會 踢爆陸軍蘭陽指揮部內的 太陽能設備 由綠能國家隊 聯合再生集團旗下的 永良股份有限公司承包 如今卻被舉報違法使用 中國製逆變器 還已經完成驗收嚴重威脅國安 聯合再生沒有任何的理由說他不知道 他送來的產品上面的貼紙 就貼成這個樣子 沒有把國防部跟國家安全放在眼裡 德國一個叫SMA的公司品牌 但是是在大陸組裝的 那麼現在確認他有違約使用的 這一個大概是44個 那我們會一約要求 承上要在一個月內將這些錄製品拆除 畢竟逆變器是太陽能發電系統中重要關鍵 零組件 過去綠營立委也曾公開呼籲應該禁止使用 中國製逆變器 但黃國昌踢爆部紙籃指部有出現違法狀況 用的範圍恐怕不是只有南洋指揮部 我們在高雄的海軍艦隊指揮部 包括了國防大學 包括了三軍總議院松山分區 今晚國防部承諾會要求廠商限期更換 但黃國昌痛批應該予以最嚴厲法則 坦言確實有疏失 畢竟國軍營區內竟然出現中國止光電產品 不但可能有資安危機 還可能讓中國趁虛而入遠端 控制系統影響非同小可 記者 陳思琦 廖凱晨 太北想不到